大S与张兰的战争 又因为他晒出了一张全家福而再次爆发 似乎是在故意嘲讽张兰 看着他炸锅跳脚 但张兰也不是好惹的 面对前儿媳的挑衅 在直播间爆猛料 连自己儿子被扣绿帽子也不在乎了 只为让大S难堪成为热议焦点 一时间大S三胎也承罗生门 引发网友们热议 导致他也惹祸上身 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只能说大S惹错了人 明明知道张兰是什么人 非要自己作死 最终伤敌八百次损一千 这下真完大了 与此同时 台湾狗仔葛思奇又一次成为大S的发言人 怎么看都像是女方指使的 但我们并没有证据 不过这个枪不怎么好使 导致大S资金被撵累 据悉 葛思奇晒出大S三胎运照来反驳张兰 本是为他辩驳解释 但没想到让大S三胎怀孕事件成了罗生门 葛思奇明确表示 自己拍到大S三胎照是2017年5月20日 孩子就是汪小菲的 自己非常确定 更为自己的话负责 但却被拔出大S当年发的动态 那时候就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 而张兰曾在直播中透露 大S三胎是在18年 如果真如两人所说 大S怀孕整整12个月 难道不会出问题吗 根本就不现实 到底其中谁在说谎 以至于让大S三胎成了罗生门 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孩子是汪小菲的还是居俊叶呢 了解大S与汪小菲婚姻的都知道 别看现在两人私的不可开交 恨不得将对方踩在焦点 在十年的婚姻中 汪小菲爱得卑微 大S一直是强势自私的 但对方对汪小菲的爱也是真的 这点从她隐瞒自己病情 到公开承认汪小菲是救命恩人就能看出 据悉 在两人新婚时 大S就曾晕倒过 那时以滴血糖掩盖 后来大S生命岌岌可危时 也曾公开发文称经历一场生死战 让媒体纷纷猜测 她的晕倒很可能是流产 还透露是老公救了自己 也让汪小菲成为她的救命恩人 从汪小菲对大S的着急与害怕来看 很可能并不知道大S的真状病情 就算到现在 也只能说她整天躺在床上 估计是不知道真实原因 而大S的现状并不好过 与剧经业的婚姻不幸福 已经成为对方的棋子 这点从剧经业将大S编入舞台剧 就能看出 是明目张胆的嘲讽 拿床垫环节来让娇妻颜灭尽尸 如果她真爱大S的话 就不会这么做 要是与其沟通过 也不会有这个片段了 可见两人之间早就有矛盾 而大S也成为全网唾弃对象 没有了利用价值 剧经业也露出了真面目 所以才会毫无顾忌 更不在乎她的感受 原形毕露 为了流量与热度 宁可大S来博眼球 现在的她也着实可怜 走到今天 大S机关算尽 但也把自己折进去了 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但还是希望她能够清醒 可以回头试案 与汪小飞母子握手言和 就算不为自己 也得多想想孩子 毕竟他们才是最无辜的 你们说是不是呢 在被曝光雇佣关系之后 剧经业又被爆三个大瓜 这几个大瓜对于大S来说 都是很大的打击 对大S而言 完全可以说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是咎由自取啊 有网友说大S这几天 完全把自己玩废了 因为跟汪小飞离婚之后 闪婚剧经业 最后被曝光还一直靠汪小飞 养着他们一家 彻底失去了口碑 而如今大S剧经业形象俱毁 已经丢失了多个代言 在丢失代言之后 剧经业近日又被爆多个大瓜 可以说让大S直接跌到了谷底 有之前人爆料 第一原来剧经业患了性病 腰背部后面都是肉疙瘩 是性病引起的失油 从这个方面看 剧经业私生活 也是不检点的一个表现 而剧经业被爆在韩国 有老婆孩子 只是没有登记 在2018年 跟大S两个人 是双向奔赴的双向出轨 有人说 电视剧都不能拍出这样的剧情了 第二个瓜 剧经业被爆跟大S婚前 就负债累累 但是大S之后才知道的 这才刷了汪的卡 去帮忙还债呢 第三个瓜 说是剧经业跟大S的女儿 一直过不好 这一点让大S非常苦恼 毕竟剧经业跟大S女儿 没有血缘关系 大S自己对女儿都那么不信心 更何况这个继父呢 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 这个陌生男人 让自己感到恐惧和不安 也是很正常的呢 在剧经业被曝光这些大瓜之后 大S也悄悄地迅速删除了自己的微博 有关于之前的买房明细 他删除了 这个行动代表什么呢 有知情人士表示 剧经业要舍弃大S跑路到韩国 大S删除自己购房明细 是表示这个房子不是他买的吗 对于大S而言 现在落到了过街老鼠的局面 可能法律上看他的确是合法的 但是从人伦道德来看 他就是失去了民心 忽悠汪小飞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想封设法去榨干对方 而现在 自己百般喜爱的偶像剧经业 不只是有性病 还负债累累 还有各种不良嗜好 关键是还瞒着大S 有个前妻和孩子 这样的男人 大S是怎么摊上的呢 还被大S视为首心宝 可见大S的价值观有多么扭曲 或者说 从依靠前夫来养自己和现任 这就已经扭曲了价值观 如今的大S赔了夫人又折兵 人才两宫的结局 是不是他就有自取呢 有网友评论是自作孽不可活 温小飞与大S休战 却然后者沦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网民并没有想到打过他 看到所作所为后 都体温小飞抱不平 这样的女人太过心机 随着张兰对大S的控诉 她越来越多黑料被扒出 不仅好满满人设是造假的 连与拒金叶的婚姻都是雇佣关系 让无数人傻眼 近日 网上再次爆出猛料 让我们看到拒金叶的真实嘴脸 原来在两人的复合中 她也有自己的各种算计 不免直呼大S也有今天 都是咎由自取 就这样堕落下去 永远消失在大众视线吧 据爆料称 随着两人雇佣关系的曝光 拒金叶再也不想演戏了 更不会为大S抱不平 只想脚底抹油远离是非 丝毫不顾大S的死活 现在只想快点离婚 不想再沦为牺牲品 网爆拒金叶想通过离婚来分财产 毕竟两人是雇佣关系 一起开公司赚钱 拒金叶一直都是分成的 大S说了算 可从两人结婚到现在 她一直承受全网谩骂 所以想要通过金钱来得到补偿 为此 大S也看清她的真面目 所以一直给她施压 两人近期闹得很不愉快 拒金叶不仅离开 跑到法国逍遥自在 让大S独自承受舆论解决问题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被猜两人难道彻底撕破脸了 毕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的关系 演示演不下去了 还造成了很大损失 众多代言无法进行 只剩下狼狈的下场 与此同时 小S在这个节骨眼高调官宣付出 像是在转移大众的注意力 通过新代言来喊话 我回来了 在面对采访时 她也毫不忌讳爆姐夫猛料 一赶往日小明媚角色 火速与姐夫翻脸 上创大S花王小飞钱 是剧剧夜让她这么做的 还说一切都是她指使的 将所有锅都甩给剧剧夜 一味抹清姐姐大S 这跟此前各种膜拜姐夫的她 截然相反 不免更加让人怀疑 大S与她真似破脸了 所以才允许妹妹如此爆料剧剧夜 而网上剧剧夜的黑料 一股脑全曝光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 爆料提到她不仅有病 在韩国还有老婆孩子 根本不像她说的那般痴情 只为巡回大S 而且还与她隐瞒婚前财产 导致所有开支 都由大S承担 连她之前所签下的债务 都得要大S跟王小飞打官司 以此来要钱为她还债 看到这里 所有人都明白了吧 剧剧夜一把年纪 是想当小白脸的 只是没想到曝光的会这么快 还没圈钱过瘾 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当然了 大S落得如今的地步 是咎由自取 可光在剧剧夜这件事情上 她算是被吭惨了 没想到算计的半辈子 到头来找合作伙伴圈钱 还让她给骗了 这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估计她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不知道有没有引发电线复发 接下来的大S 又将有怎样的招来反击 是彻底把剧剧夜卖了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相信大S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可以